音符及子及圣神之名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平安喜乐 我是圣家会五子清修女 我们已经感受到国内外已有布置圣诞节的气氛 将年期第四周星期二圣路加福音的第一章26到38节 主题是圣母领报预报基督诞生 四部福音中只有马豆和路加两位圣使描写了耶稣诞生的故事 但是重点不同路加着重于玛利亚 一开头就愿证明耶稣是全世界的救主 因耶稣的诞生被普世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马豆则把重点放在若瑟尔身上 重心在证明耶稣是许久以来 预许给选民的墨西亚 另外两位都有天使来报告天主的计划 两位圣使都承述了这个婴儿 出生达位家族在白脸诞生 他的名字要叫耶稣 耶稣的童年史吸引了当时的外邦人 给他们做了信仰的培育 着重在描述墨西亚的精神 一位具有司机和王族气质的墨西亚 耶稣的双亲是出于达位家族 所以他们都是出于贵族之派 高贵的之派 可说是道德高尚的家族 首先玛利亚意思是 祖所宠爱 祖母王后 他的答复不是怀疑天使的话 只是默默的反复思索 家族天使问候的含义 万福 充满恩宠的 上主与你同在 这个称呼是以民所熟悉的 是天主特别恩爱的象征 反复思索 就是指严肃的 热忱的反思 是一种很强烈的信仰态度 从这里可以体验到 玛利亚平常在祈祷生活里 只是静静地等待天主的来临 天主要在自己最钟爱的人身上 完成一件最奇妙的化工 使他以真女的怀孕生子 做天主圣子的母亲 他的身体成了至高圣者的宫殿 天使报告了玛利亚 及孩子未来的使命 即在人世间的地位 玛利亚不要害怕 因为你在天主跟前蒙受宠幸 你将怀孕生子 并给他起名叫耶稣 意思是上主拯救 他将是伟大的 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玛利亚惊慌不安 是指他自以为不配这样的赞颂 他全信了天使的话 玛利亚的答复 我是上主的婢女 愿你所说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表示对天主十足的顺利 天主子立即在他内降孕成胎 救援的新纪元开始 彰显了玛利亚至高的圣洁 和他儿子崇高的威严 天使向玛利亚报告 圣神要临在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避议你 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成为天主的儿子 这件奇迹的发生 不只仰赖至高者的能力 还将是圣神的工作 将诞生的是至高天主的儿子 是因为圣者 上主的许诺将实现 其次 只有圣路加公正地将玛利亚 放置耶稣的童年史中 强调了他的重要性 玛利亚完全以自己的自由意志 答应了上主 于是圣言成了血肉 寄居在我们中间 他已成了天使之后 和天主的母亲 通过圣母而产生一个新的时代 玛利亚在这新时代中 扮演着标记和证人的角色 圣母领报是整个新的开场 有新的事物发生 甚至降生 所以说圣母是一个新时代的标记 最后圣母是谦卑的典范 天主喜悦谦卑的人 真言十八章 新傲是灭亡的前岛 新迁是光荣的前驱 人最大的弱点就是骄傲 富兰克林说 最难抑制的情感是骄傲 尽管你设法掩饰 竭力与之斗争 它仍然存在 即使我相信已经完全克服骄傲 我很可能又为自己的谦逊 而感到骄傲 当阅读或聆听整个技术 需要用一种祈祷的眼光去洞察 好使福音 深奥的意义 和实际的行动 能够脱颖而出 就是以天主在过去与现在 所行的伟大救赎的事迹 使我们接触天主的救赎行动 在过去是如此 也延续到现在 在这里想到我们可以 怀有的孝爱之情 自我牺牲恒心 与谦慷慨 让我们学习圣母的谦逊与顺服 全心仰望天主 阿们 感谢你的聆听 天主保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